很多时候明星的胖瘦都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我们虽然支持大家维持好身材 但是要注意维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是的 那现在有很多明星为了瘦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那其实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也引以为敬 这一个个嫌自己太胖的瘦子在一起比体重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这股没有最瘦 只有更瘦的镜头 无胸无止 而明星往往也确实都能在短时期内神奇秒授 歌众们倒始终难以参透 吃过蚯蚓 活着 活着 我的妈呀 如此说法实在汉人听闻 毕竟不是人人承受得了 大多数女艳人还是靠着折磨自己来瘦身 虽说没有吞蚯蚓来的生猛 但也足够对健康造成伤害 我会吃血药 然后就会一直拉 拉到后面我已经没有东西拉 就是一直脱水 后来没有腹胖 因为我肠胃被我搞坏 其实减肥话题在娱乐圈早就司空见惯 歌手蔡依林甚至出书记录自己多年守身心得 七点后不吃蛋白质 四点后不吃蔬菜和水果 而菜式半断食法 在当时也引发不小的争议 男明星中也不乏受减肥困扰者 为了在建国大业中扮演蒋介石一角 张国立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通过节食方式 手伸十一斤 但身体立即缓溢颜色 有一天在上海晕过去了 我们要抢救他给他喝糖水 乐得有点厌食了最后 现在在拼命的增肥 不敢去查 他们说要做那个叫胃镜 我害怕 更有甚者则以为即使减肥走上极端而健康亮起红灯 张秀文曾尝试过苹果减肥法 一周靠两个苹果度日 后来他一度精神崩溃患上抑郁症 与如此魔鬼式的减肥不无关系 暴瘦和肥胖一样对健康具有杀伤力 明星为了工作合理收身可以接受 但是因为公众人物 切不能忘记要用自己的号召力向公众展示正能量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宇宙新年帝综合报道